今天我們來看苗栗的消息 苗栗通宵魚港附近的一隻鼻子 最近跟去年一樣 出現在臺灣很方便的紛蘭國教 也是我們說的不吹天鵝 來這裡看家外的民眾說 這隻很有可能就是去年港那隻 還沒來臺灣過年 不怕這幾天替我們港街 也有幾個很愛看家外的民眾 在苗栗通宵的這個燕食魚 我們那邊 有人已經疏忽孤獨的狗頭 最早有人是拿千里狗 他們當你看這隻紛蘭國教不吹天鵝 有來過臺灣一次 那今年好像是又再回來 應該是去年的那一隻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很神奇 他可以定點然後再回來臺灣 去年就有拍過 去年是啞成鳥 這一日他又回來 回來原地 因為我們有很多鳥魚都會傳出來 去年十二月 同一個魚 我們也要出現一隻黃水天鵝來過年 相較的民眾是說 去年黃水天鵝的模型 是比較膚色 水好像少部分有少許黃 鹽皮應該是比較不大 不過最近出現的黃水天鵝 模型是白色的 水也很明顯有黃色的 所以應該是大隻 一些吃的油餘味應該是同一隻 去年可能是跟咖咒四季 沒來臺灣 今年是靠自己的基地 還沒來苗烈通宵過年 上一個過鳥季呢 一樣的池子呢 是一隻亞成鳥 所以讓全國的鳥有感到非常的驚醒 是否同一隻回來 根據科學上的判斷 因為沒有矽腳環 也沒有發泡器 所以我們無法確實的判斷同一隻 不過水鳥一直 對棲息地都有相當的忠誠度 黃蘇町表示黃水天鵝過年的時候 大部分會停在日本還是條線半島 所以無論是不是同一隻 會出現在臺灣已經很犯見 讓有民眾是去相交啊 要離開門的 不能嚇到風流來的汗客 讓這隻黃水天鵝平安在臺灣過年後 順利背道回去 記者綜合報道 貨城 快點 快點 谢谢大家